念头采取 周变发界 周变发界是讲它的速度 所以 无论是善念是恶念 是静念是染念 念头采取 变发界去攻击 能瞒得了谁呢 会瞒自己 有些修念的自己不知道 六道的众生 有一半能瞒到 有一半瞒不到 哪一半呢 是我们上面的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我们瞒不过它 越界天也可能会有越满 四圣法界是 更瞒不住 那摄方 祝佛插土 当然 统统接受到 这是四世真相 这是华言境界 所以 一切现象 确实像梦花泡影 不是真的 那佛告诉我们 既然不是真的 你就不要执着 你就不要控制 你就不要占有 为什么 你起这些念头 自找苦吃 苦不堪言 应当把心量 托开 放大 一切 随它去吧 这个好啊 真的是 所谓是大二化之 你也得了自在了 那跟应当要学的呢 学的时候 了解四世真相 彻底明了 真相大白之后 就比如说你做梦 你忽然觉得了 我是在做梦啊 梦不是真的 梦里头梦里头老虎 他要吃我 他要吃我 在一下想的是做梦 释迦牟尼佛 曾经以身为老虎 我也可以啊 你就一丝毫恐惧都没有了 自信里面 大慈悲心就生出来了 啊 佛菩萨能做得到的 你也做得到 啊 但是 梦一定要醒过来 啊 这是早晚的问题 啊 醒过来 就是见心 叫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那有所可知 佛是什么 佛是个清醒的人 醒过来了 啊 菩萨也清醒了 还没有十分清醒 啊 佛是真正清醒过来了 啊 那么在舍法界里面 都在做梦 啊 可是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一定要晓得 一法 你说我们的身体 用身体来说 啊 我们讲物质 啊 我们的身体 啊 从外面看 眼耳鼻舌身 这五官呢 身体里面 五脏六腑 啊 这么多器官呢 组成的 啊 横复杂了 啊 每一个器官 怎么组成 每一个器官 是细胞组成的 啊 细胞是分子组成的 分子是原子组成的 原子是粒子组成的 你一细 往里面呢 去分析 分析到最后 这叫做基本粒子 啊 这个基本粒子 随着科学的 这个这个进步 啊 他也没有一定的说法 越说越越细了 啊 现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量子 科学家的时候 称为量子 最小的是量子 啊 是这个东西组成的 整个宇宙 啊 人也好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啊 矿物也好 全都是这个东西 组成的 啊 真的 一体啊 没有差别了 啊 为什么说一体呢 每一列 未成 啊 或者我们讲这个 呃 量子 量子就小光子 啊 每一个小光子 都是圆满 去得 啊 都是圆满 啊 自信里面 所有的得能 智慧 得能 向好啊 就在那个小光子里头 它通通去除 每一个小光子 都去除 那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每一根寒毛都去除 每一个细胞都去除 啊 这我身上的居住 跟你身上的居住 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 啊 我们人身上的居住 跟动物居住 没有两样 啊 跟植物没有两样 跟山河大地 没有两样 啊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会承认 肯定了 哇 变法界 虚控界 不管我 有意无意 起个念头 这个念头 变法界 虚控界 所有一切 物质形象 统统接受到 我们动个念头 好像那个 这个这个 呃 法报机 啊 我们的信息 啊 发出去 啊 所有 这个物质 现象 他通通都 接受过去了 他都知道了 啊 而且速度之快 超过光啊 超过电磁波啊 啊 我们在还原观里面念头啊 念头采起 周变法界 啊 周变法界是讲他的速度 啊 所以 无论是善念 是恶念 是静念 是染念 啊 念头采起 变法界 虚控界 能瞒得了谁呢 啊 会瞒自己 因为有些修念 那些自己不知道 啊 六道的众生 有一半能瞒到 有一半瞒不到 啊 哪一半呢 在我们上面的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我们瞒不过他 啊 欲界天 也可能会有 阅满 啊 四身法界是 跟满不住了 啊 那色方 祝佛插土 当然 通通接受到啊 啊 这是四世真相啊 这是华言境界 啊 啊 你 陶伐